當我們更關心的是 我們的馬公出現了一個東西 因為大家都講說 現在經濟狀況到底好不好 當我們的棚房部居然在港口 被人家發現丟棄了這麼大量 十多代過期的國軍的口糧 我覺得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你不是應該要推陳 怎麼會有浪費這麼大一個數量 以及第二個 你怎麼會就直接放在港口 大家都知道說看軍糧 就會知道這個部隊的狀況 他們的理由就是說 因為去年颱風太忙 忙於救災 口糧又受潮 這個地方是胡錦駐軍 好像有意思是說 他們有一點辛苦這樣 但是他們違反規定 所以派人趕快去取回來 不過這個顯然不是個案 一定都是這樣做 而且一定是丟到海邊 為什麼 因為日本人前年就有在 他們日本的海邊 借到我們中華民國國軍的口糧 漂洋過海 漂到日本去 然後裡面打開說 能量果凍 紅糖蘋果 這個是新式的 不是舊式的 所以這個也沒有過期多久 為什麼人家日本吃得到 日本一個生物學者 他在沙灘裡面做研究的時候 突然看到他打開說 比日本的軍糧還好吃 但也有一說 說這個專家是說 其實跟其他一般食物比起來 還是算比較沒有那麼好吃 那他到底可不可以賣 因為有後勤部說他不違法 但我們也有看到有一些個案 說賣軍糧的是違法 他可能是屬於說有沒有分給你 如果已經發給你的 你拿去賣就不算盜賣 但是如果是你從這個中間 去把它結局攔截下來 去轉賣的話 這可能就有盜賣的問題 以及也有人去比較 台灣的野戰的 加勒士的餐盒 有八種菜色 有兩道是素食 法國的就法式的浪漫 他們的這些打仗的時候 還會吃亞洲雞肉鮮 鮭魚沙拉通心粉 他們可能還取一個 更浪漫的一個名字 但是之前有討論過 說國軍的口糧 是不是如軍中傳武一樣 越過期越好吃 過期越久 風味越好 網友說很好 這是過期在吃的 甚至俄羅斯有一個 野戰的口糧過期七年了 大家都說放心吃 因為他們是真空包 鐵罐沒有肉 基本上沒有期限的限制 請教兵哥 老實說國軍常常會有 口糧過期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這沒什麼 這件事情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你怎麼會隨地亂人 這才是問題的根本 你們過期的口糧 都是用這種方式處理 這樣帳面上比較好看 表示你都有消掉 我覺得最後應該說是丟大海 所以才漂到日本 因為就順著黑潮漂上去 而且包裝還滿完好 可以讓人家直接吃得還沒問題 我也很佩服 表示我們國軍的口糧品質不足 其實如果說越過去越好吃 這些可以考慮去拍賣 只要住民他過去就好 以後我們就順著黑潮 直接把國軍口糧送到日本去賣 這樣很好 當然國軍口糧這種東西 有的時候其實我也吃過 有的人會覺得還不錯吃 有的人覺得不怎麼好吃 見仁見智 因為網路上曾經有過 什麼日本 法國 美國 台灣 大陸軍人的口糧比比看 那是有很多外國人說 台灣的口糧蠻好吃的 是有人這樣講 是沒錯 但是我們東方人都覺得 西方人比較好吃 西方人都覺得東方人比較好吃 對啊 別人的月亮比較遠 我覺得大概就是新奇 因為自己的東西都吃煩了 但重點就是 是不是放到過期才好吃 我也聽過這種說法 兵哥有吃過過期的嗎 我吃過 口感 其實都一樣沒有什麼分別 沒差別 其實沒有分別 因為理論上來說 如果他是罐頭或是真空包 原則上不太容易壞 但是問題是 這是不應該做的事 因為他原則上不會壞 不代表他真的不會壞 這是兩回事 我們國軍的這些野戰部隊的糧食 不是應該會有定期嗎 比如說快要過期的時候 趕快用不同的推審的方式 避免浪費 理論上是這樣 但通常吃不太完 尤其是當你在那一批 要整個把它消耗掉的時候 大家吃怕 都不想吃 就是這樣子 因為以前我們當兵的時候 就有一幾餐 特地吃這個要把它消化掉 還是說怕這樣被罵 其實現在就變成說 因為你有新鮮的東西 為什麼要去吃這些東西 對阿兵哥來來 你要知道現在阿兵哥很難爭 會在沙灘上面寫缺肉 所以我覺得大概也不敢 對士兵泰哥硬要他去吃這個東西 包括我們現在也看到金門 這個還有包括馬祖附近 自從我們糧食意外之後 每天都有人掉下去 昨天講到金門有兩個釣客 但本來想說 沒什麼兩岸現在互救 互相幫忙 所以他們很快的就會回到金門 但最新的發展 這兩個人可能一時間 有一點難回來了 因為大陸的官方 赫然發現其中有一個人 居然是金防部的金人 我們一聽也相當的驚訝 因為他搭的不是 聽說是特殊的船 人家質疑說 好像隨便一個地方 就可以下水了 他就搭的出去了 金防部的軍人 怎麼可以隨便游到那麼 這個開船 這個划船划到那麼遠去掉 偏偏其中有一個 所以現在大陸的海警 要深入的去調查 這個人的身分 以及他的動機 要查個清楚 才有可能討論 要不要讓他回來 所以現在大家問題 變得比較複雜 金防部的政戰主任 他有講說 現在由金門縣政府 等於說從政治上 看跟海巡單位 一起去協調當中 那我們現在又出現了 大陸的鐵殼船 入侵到我們的海域 蓬芳艦有去驅逐 不過他們現在赫然發現 一件事情 越界已經是 不是新聞了 越界之外 這一些大陸的鐵殼船 還裝了防止你登檢的鐵桿 好像就故意讓你登不了船 其實就算沒有裝這個 本來登船就很難 而且危險度很高 他說可以輕易刺破 玻璃纖維的船體 等於說你靠近的話 搞不好你自己 就會先出事了 今天有個話題 陳建仁兩度高喊 在立法院裡面講 太平島是屬於 中華民國管轄的 要對岸不要干涉我們 但很奇怪很矛盾的是 當立委馬文君 宣誓要在今年5月 就是賴清德就任之前 要到太平島去 而且邀請蔡總統 結果民進黨的發言人說 國民黨你居心叵測 你居然要我們的 中華民國的元首 身陷危險之中 這個我就有點聽不懂 那我們阿賓客在外面是怎樣 每天準備要送死嗎 然後智庫警告說 台海衝突 美軍關鍵的彈藥庫 撐不到7天 這個是美國華盛頓智庫的 副主任講的 這個部分來請教博弈 先講了 美國智庫警告 他還衝突美軍關鍵彈藥庫 撐不到7天 代表什麼意思 就叫我們台灣自求多福 7天打完彈藥沒了 不關他事沒有彈藥 所以不用去討論什麼天然氣的 反正彈藥 彈藥都沒了 還關什麼天然氣 你都要拿掃把了好不好 沒有彈藥 美國已經告訴你了 如果兩岸發生戰爭 台灣自己想辦法 但是這個意思 不是就我們再多買一點 反正絕對不是好事 就對了 講話絕對不會是好事 我們要嘛花錢 要嘛自己想辦法 這東西我覺得 蔡政府 包括接下來賴政府 要好好想一想 但是我要講一下 根據海訊書統計 2016年到2023年 我們8年期間 我們台灣驅逐了 非法越界的中共漁船 9000多艘 也9000多次 平均一年1000多艘 也就是說一天 要驅趕三四次 其實頻率滿高的 我要講 當兩岸和平的時候 其實驅逐船艦 可以用小事來處理 驅逐不要過來就好了 但當兩岸狀況很危急的時候 就有可能是大事情了 不開玩笑 尤其是大陸漁船之前翻覆 造成糧死案件之後 先不講大陸的海警 態度變得很強硬 說什麼 驚嚇水域的執法巡查 要變得常態化 像感覺起來 連大陸漁船 都變得很凶狠 都在船艦上裝這鐵桿 不讓人登船檢查 很凶 鐵殼船變相的武裝化 對 這個很凶狠 這個不開玩笑 如果真的發生什麼意外 是有可能造成 他們說其實沒有那個刺蝟 平常要登就已經很難了 因為都弄一弄 它可不可以跌下去 而且如果有這個刺的話 一個靠地一撞起來 我們去檢查船 我們海警署可能比它還危險 所以態度變得很糟 所以我只能說 接下來在兩岸 包括在漁業方面 我覺得蔡政府賴政府 一定要去好好來處理 不要讓我們自己的漁民為難 可是我真的覺得 不能接受的是什麼 是 中共船艦 最近在太平島附近出沒 我們的陳建仁非常厲害 他直接講 他說太平島屬於中華民國的 要對外千萬不要來干擾 然後綠營也呼應他說 抗中保胎要捍衛台灣的主權 結果當在野黨呼籲 蔡英文在卸任之前 去太平島登上去 來捍衛主權的時候 民進黨直接講話 真的非常有趣 白話文翻譯 民進黨說不能去危險 先讓蔡英文去太平島 這些人都是別有居心 想害死小英 我真的只想問一下 到底是多怕死跟多沒有羞恥心 三軍統帥怕危險 不敢去捍衛我們的領土 不敢去捍衛我們的主權 請問一下我們的國軍 可不可以因為怕危險 不去上戰場打仗可不可以 我有點懷疑 因為是民進黨的黨部的發言人 民進黨黨部現在是賴清德在管 是不是賴清德要去刺激蔡英文 我不能理解 他說總統你不敢 你不敢不敢 因為那邊很危險 對 很危險 居心剖測 讓我們的三軍統帥 捍衛我們的主權是居心剖測 我不能想像我們的執政黨的 這個發言人居然去講說 那個地方很危險 所以我們統帥不能去 對 那我們的國軍 那我們駐軍算什麼 對 可不可以說怕危險 所以我不打仗 駐軍的命不是命嗎 對 這個怎麼會是一個 執政黨的國際部的人 講出來的話 講完之後到現在 還沒有人出來反對這個話 而且李問還帶過離島 對 沒錯 李問 我就覺得這個莫名其妙 講這個話我覺得不是可笑 叫可悲 而且退於萬步來講 假設蔡英文 真的去登上了太平島 但也是有國軍護衛過去好不好 不是他一個人 划船划劈艇過去的 對於國軍的防衛能力 這麼的沒有信心嗎 我覺得這個講話非常地糟糕 不要忘記了 之前陳水扁 馬英九 都有登過太平島來宣誓主權 只有蔡英文 現在要去登島的時候 雞雞車車話一堆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非常可笑的事情 拜託 蔡政府 如果你這麼強調抗中保台 這麼想要強調台灣價值 守護我們主權的話 你就應該去守護我們太平島 讓我們所有國人知道 讓對岸知道 我們的領土是一步不讓的 我們這些離島的第一前線 非常緊繃 但是看看我們台灣 尤其是民進黨主政的南部縣市 完全是另外一個狀況 從第三地來的這些中國 很多的網紅都會專門 跑到民進黨執政 比如說像高雄市 還有台南市 還有屏東 去拍一些街坊的 跟民眾互動 包括我們現在看到最紅的 中國大陸的小鐘Johnny 他就特別跑到 高雄的止關區的漁港 還有包括在市區裡面 然後常常他們都會遇到 同一個狀況 就是他們去的時候 都聽說 南部縣市民進黨的 很恐怖 國裁判都會把你推倒 後來可以當立委這樣 但是他們親自去之後發現說 完全不一樣 不是說東明進黨很兇嗎 結果去老闆說他挑的貨 其實已經挑到台幣三 四千了 但老闆說你中國人 算你700塊而已 只有收到700塊 我以後去南部的漁港 我也要用北京槍 用北京槍老闆就會可能 老闆兒 你說我成本家這樣子 昨天319太陽花 學運週年 十週年 這個時間過得很快 十週年 他辦了十週年的紀念晚會 但人真的很少 稀稀疏疏 以前凱盜前面十字架 那麼輝煌 結果現在連立法院旁邊的路 都塞不起來 那有還30多個團體 我看台下也沒30個人 總之他們去了之後 就大罵柯文哲 大罵黃國昌 說黃國昌怎麼樣 但是奇怪的是 賴品宇也沒有出現 然後包括現在當民進黨發言人的 吳針也沒有出現 這個林非凡是有出現在現場 但林非凡跟大家道歉 他說很多目標其實是沒有達成 請教兵哥 我覺得這個海鮮 我看他那個 你說700塊真的是超級便宜 說真的是超級便宜 雖然高雄的漁獲是比台北便宜 送你一千 算你一千 我不知道 因為還是這個大陸網紅 特別會挑東西 我不曉得 但是這也是好事 就是他能夠買到便宜的東西 吃得很高興也是不錯 當然南部也沒有說真的 仇視大陸到這種地步 也沒有嚴重到這麼誇張 當然個別人可能會有 但是絕大多數人 人家做生意就是做生意 大部分人不會去想到 什麼統獨好不好 人家想的就是過日子而已 所以我覺得也不要把它誇張化到 真的滿特別的 他們拍到的這個 有的是直播 有些老闆真的聽到 中國的口音 反而還很熱情 很親切這樣子 大家不要忘記了 在蔡英文執政之前 南部 中南部到處都是大陸客 忘記這件事了 六合夜市 以前六合夜市 全部都是大陸客 所以他們也不是 沒見過大陸客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是還好 好久不見了算便宜 對 算便宜一點 對 希望他再回來 有點生心 有點陌生 又有點熟悉的口音 那至於太陽花這個東西 你說誰收割誰 我看所有人都在收割太陽花 不是每個人都在收割嗎 你們這些人 林非凡自己不是在收割嗎 賴比喻沒有收割嗎 吳征沒有收割嗎 如果沒有太陽花 林非凡也不會有11萬 當然不會出現 所以我覺得不要去講 誰收割誰不收割 重點是太陽花 到底為台灣帶來什麼 如果他今天帶來是好的 那當然可以紀念 但還是壞的 我們要謹記這個教訓 他們的說法說 我們阻絕了跟大陸 更進一步的合作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的股市更好 經濟更繁榮 你胡扯 明明參議員上台之後 我們對大陸的議程度更高 你在講什麼 明明就是更嚴重 然後如果真的要達成太陽花 的目標的話 林非凡你不用道歉 你們民進黨應該 立刻斷了ECFA 這不是太陽花的目標之一嗎 然後你們的兩岸 兩岸監督條例怎麼也不簽 全部都不搞 所以真的不要騙人 至於剛剛耀州疑惑說 明明台下人很少 為什麼有三十個多個團體 我告訴你 民進黨的這些側翼團體 像是交叉持股 大家彼此互相 看起來 兩三個團體是同一個人 身兼多職 對 身兼多職 他們那些什麼中南西北 麻將社一大堆 實際上都是那一票人 然後換來換去而已 那也是蠻辛苦的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我們要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